各位網友,大家好! 很多港人北上去買東西 更加說到每天都上去買菜 大家上去買菜很開心 但是香港的街市就很閉藝 因為始終比較便宜 當然,其實坊街一直都有說法 不怕,東西這麼便宜,買回來 有理無理,什麼都上去展示 很多人在網上告訴大家 買東西下來很划算 然後大家都有樣學藥 但是,告訴大家 隨時 就坐牢 你不要相信 有些人的說法 為什麼呢? 現在海關都出聲 再一次引證 究竟有沒有違規 如果 大家真的 有些人說 沒有理會的 怎麼可以查得到 現在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太嚴重 每個人都有樣學樣 掃很多東西回來 搞到香港閉藝 所以現在又收拾來做 究竟是什麼 如果你們上去買菜 聽清楚 請大家給個讚 支持一下 不一定買菜 有時候上去玩的時候 買了東西下來 究竟有哪些東西可以買 哪些東西不可以買 要留意一下 因為 現在除了上去消費之外 大家更加會上去買菜 但是其實 香港的法例明文規定 禁止生肉和生雞蛋入境 有本港記者 上去香園位 做一個實地視察 那 直擊一下 香港人 就去買生豬肉的情況 喂 不一定是生豬肉 生肉 我自己也見過 不是開玩笑 我也見過 真的 不理 現在 你有張良計 我有過長梯 他們的店舖就告訴你 沒問題的 幫你搞得好 沒事沒事 輕鬆過關 簡直 完全沒有犯法 沒有問題 那 內地 他們那些 店員 又 看到了 記者上去看 我也見過 這張 可飛水這張紙 我之前在香園位 沒見過 在某些街市 我沒見過 可能現在 太多人上去買了 為什麼 這麼多人上去買 因為 深圳的肉價 比香港最少便宜三分之一 而且比較甜 其實很老實 你問我 你買 你買菜 買新鮮 買菜 買新鮮 什麼都是買新鮮 那你找些 肉類 新鮮的肉類 就去 錄一錄 變成熟了 那隻雞 馬上錄一錄 表面好像熟了 其實現在這樣的天氣 很容易變壞 哎呀 很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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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如去香港吃冰雪雞 便宜 真的 沒那麼快 加上你有違法 哪有違法 錄了便沒有事 可以飛水 那是不是真的 錄了便沒有事 因為深圳方面的店員 和記者 聽到記者 可能聽到他們說 飛了水 可以過關的 不過關 你過關 不能帶生 那你表面綠熟了 他便以為你熟 是不是 那有記者 走去看 那些店員 就問 喂 向店員問 是不是飛了水 就可以過關 那些店員 就說 當然啦 飛水就可以過關 那他就沒有說 錄到幾成熟 總之 錄一錄 那就可以了 在表面 因為牛肉 是新鮮的 紅薄薄的 是不是 那你 你這樣 紅薄薄的 那你現在錄到好像 表面熟了的時候 我就可以帶回香港 這樣 那 那 記者就問 店員怎麼搞 然後 他就知道 可以了 幫你搞了 然後 看到那些香港人 在那裡買 那些 阿叔 阿伯 阿伯 那些 冷醒 我們平時整隻雞都這樣 錄一錄 過了 我從來沒有給開關折 其實開關是不理的 我住這邊這麼多人都沒有試過 那就是大閘蟹 蒸一蒸 又是這樣 好老實 好老實 我覺得 現在 你們玩串了 派對 真的玩串了 那本來 你說 麥敬天宅 那裡的 那些人去買 OK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說 那些人不值那麼貴 那我去其他地方買 去消費 沒有問題 但是 其實一直都已經告訴你 是不行的了 你之前 你說 小小的 一兩個都偷雞 違規 我本來都不建議大家做 那些人博猛 總有些人博猛 懶惰的 懶惰地博猛 唉 現在都放上網 很喜歡放上網 放些戰利品 是嗎 好像很厲害 然後個個就有樣學樣了 想著怎樣 即是發不自中 一天 九萬多人過關 個個拿著 買送車過去的時候 然後 哎 都查不到的 是嗎 哎 真的 喂 你現在還要個個個大毛 什麼羊 那樣 你還要不怕 不查你 沒事 你都瘋了 你等同那些 捉你紅落燈一樣 哎 照過啦 沒有東西 車死 車死才算 一年大把人死 有幾個真是車死 可能有些人這樣想 你不是吧 我覺得這些真的很誇張 你聽到記者問那些阿叔阿姐的看法就是 那 28元 生肉 都是說非水 好了 當然 記者又發現到這位阿姐的肉 就是血水 他說 如果這樣 不給過關 出了水 熟了的 他就當它是熟物 如果你 這東西生歐 當然不行 熟的 就給你過關 他說 38元而已 哪裏都買不到 沒辦法 我也明白 香港的東西是貴的 你們現在 在圍堆之餘 我不要說你們 幫兇 弄了香港街市 沒有這些 自由市場 自由 價格來定 這些 社會經濟就是這樣 人底哪裏去買 明白的 但是你們現在不是這麼張揚 張揚到這樣 好了 是不是真的這樣 有記者再去其他的車站看看 溫馨提示 本店商場購買生鮮肉類 可以搶水 即是飛水 也都是說 很多人來買 飛水之後 你就帶過去 表面熟 不要說全部都熟 過關就沒事了 過關不可以帶生氣吃 即是教你 教你 走這些所謂灰色位 很多人都走去買 喜歡買不同的肉類 打火鍋 排骨 雞 豬肉 牛肉 有些香港人 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平時都不會北上買肉 在商場買 即是內地的商場買 相信比較衛生 他說 剛剛這次上來做 Facial 瞬間見到有美麗肉 賣 他說最少便宜三分之一 黃牛好吃些 他說香港買不到 這些 好了 接著 有位是香港人 他說 嗯 他說其實 我不明白 這些 你去香港買不到 其實香港就是這些 那就是 有人說 香港肉 又是內地運過來 不過貴 更加 我們不會買新鮮的 通常吃冰鮮 記者有問 你不怕被人折的嗎 唉 沒事的 你如果被人折到的話 你就拿出來 一見到 熟了 那就讓你過關 其實他都不會故意抽查 不用擔心 大家都習慣 這裡的人教 總之 一錄一錄你就過關 你懶得聰明 你看些人 現在聰明 沒有人被人折到 好了 知過 有朋友 將一條大鑽魚買回香港 黑奔奔的 帶他回去 又可以 那當然不要搏 會被人黑名單 你們 我不是說什麼 你很離譜 沒事的 有幾個查到我 一天這麼多人過關 你們做什麼 你把這些 是 合理化 其實我不介意 你說沒有了 那些街樹 每個人都去北上去買菜 是不是 沒有的 到時候 一定要你去北上去買菜 是不是 但是 我們 在一個 就是我經常都說 奉公守法很重要 你這樣去 靠薄 你還要帶一些 未經檢疫的食物 你不知道 我都說 你這樣錄一錄 這樣的天氣 你買完之後 你未必回香港 可能繞個圈 才回去的時候 那他變壞了 臭了 山蟲 那怎麼辦呢 食壞人又怎麼樣 唉 真是 對了 有很多 阿嬤 在搭嬤 他說 查實 照到的 他抽出來檢查 抽到你的 你真是不行的話 那就 落叉廚 那就差你了 他說 你自己想 他說 加上 他說 阿嬤 他說 飛一飛水 綠一綠 肉 又不會老 回到家 馬上放進雪櫃 急凍 那究竟 好像我都擔心 他們會不會考慮呢 六個應該沒事 應該沒事 你真是死了 你真是 隨便 沒事 應該沒事 應該沒事 這樣 唉 真是 真是恐怖 記者 走到很多地方 去看看 究竟 飛過水的 肉 是不是真的 不算生肉 這樣 每個人都真是有樣學樣的話 香港真是 叫做 收得工 還在那裡賣肉 不用搞逃房 全部都直接上去買就行 記者訪問了香港海關廣州大橋貨物組指揮官 鄧Sir 鄧維邦 他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他說今年 截至上半年為止 914宗 受管制食物 他們查獲到的 比上年同期 升了84% 當中 是 生肉雞蛋為主 講過多少次雞蛋 是不拖你入境的 人是要拖 肉也是 他強調 攜帶生肉入境 無論任何形式包裝 是不是你自己用 都觸犯法例 攜帶肉類 必須全熟 他說飛水 就是表面熟 裡面不熟 你不要跟別人說 我喜歡吃 medium rare 有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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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成熟 還有三成未熟 不能爭 不能爭 根據指引 是不能帶回香港 更加 有些外面 內地 有一種玩法 玩真空包裝 用不同的方法 去 希望 蒙運到過關 其實海關 之前查獲很多 真的很離譜 這樣 用膠袋套著 生肉 大哥 你只是走私肉 走私雞 走私肉 你香港 那些菜肉 賣雞 都不用賣 每個人都吃走私的東西 其實這些算走私 還不是 好了 鄧指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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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大部分 旅客 接獲的案件 涉及數量不多 受管制的食物 當然 很多都是肉類 全部都是自愧的 我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 飛了水就可以了 你不要相信他們 賣給你那些 當然是無所謂 我做了生意 正所謂 之後 知乎寶到帳 他後面 有四個大字 告訴你 沒有的 你不能退 熟了 綠熟了 可以的 沒事的 其實我告訴你 我自己覺得 當然了 有人未必認同我的看法 我覺得你們去消費 沒有問題 你說 行過買 買些東西 OK 但是 你要把別人的 所有的東西 抬回來 你還要說 可以的 抬抬 你其實是逼 別人 做事 應該這樣說 本身都要做 但是 沒有想過你們這麼狡惑 現在 玩到這麼狡惑 影響到街市生意 不再說 北區很多超市 很多街市都已經死值了 第二件事 就是說 每個人有樣學樣的時候 好像 沒有問題 其實是慫恿其他人去做一些違規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些東西不應該 我也有上過這些地方 我也有上過這些街市 燒肉我買過 燒肉我又買過 但是我走過 看到他們說 買肉類的時候 哇 大哥 違規 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 都替他們擔心 走過 會不會一會被人查 這樣 所以 現在 海關 也重新再澄清一次 這個管制的食物 如果你攜帶入境 除了會被充公 更加有機會被檢控 留有案底 一旦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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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交到法庭作為判刑的考慮 根據法例 攜帶這些 違法的野味肉類 加禽蛋類入境 最高罰款五萬 和監禁六個月 攜帶 瀕危動植物出入境 蘭花、沉香、海馬、花旗參、海參 最高罰款一千萬 和監禁十萬 所以告訴大家 如果你打算買菜 買完之後回來坐牢 那你拼不拼 你就自己想 幫人 聽完 不會到我的 我經常都覺得 要搞好整個不生態圈 大家循規套舉 沒問題 海關就因爭正來做 沒有 你是嚴重的過火 找回十多個出來 一百幾十個例子出來 到時候 就罰款 全部上庭 報紙報 之類的 到時候你就會害怕 是不是真的要這樣 要做到這一步 其實我經常都說 大家是靠自律的 你不自律的 你逼人做事 只會大家沒有人 好了 今集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